大家早 今天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 溫度的降幅在昨天晚上 大家就已經明顯感受上了 所以在一大早你要出門 要特別注意 今天白天的溫度是完全上不去 晚上的溫度還會再往下降 所以越晚溫度越冷 那我們來看什麼 看看北部地區 在夜晚地球溫度的變化 先來注意到在昨天晚上 冷氣團開始南下 北部地區在昨天午夜前後 就已經降到12度的低溫 但是在今天的晚上 跟明天晚上的兩個晚上 是這一波的強烈大陸冷氣團 最強的時刻 再加上華南雲帶的東移 所以整個JIE以北都會有雨 台南 高雄 屏東是零星的短暫雨 全台雲亮多 高山的部分在3000公尺以上的山區 都有結冰結霜 甚至有飄陷或者是下雪的狀況 會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出現 而到了禮拜天 雨後要轉多雲了 那天氣狀況來說還是夜晚冷 晚上的禮拜天 晚上只有13度的低溫 不過到了星期一的時候 溫度上升幅度將會明顯 回到16度 星期二16度 不過要注意 禮拜二的白天 可是到達31度的高溫 因為風向吹西南風 封面前沿的西南風 下週三的時候 東北季風再度增強 下週四冷氣團又到達台灣上空 所以在這兩天來說 是濕冷的天氣 星期天天氣要轉晴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先來注意到雲層 可以注意到在大陸的長江流域 一直到華南地區大片的水氣帶 正在由西往東的方向走 昨天晚上水氣已經開始進入 新竹以北有短暫雨 今天的話 全台灣的雲層都會偏多 加以北降雨明顯 都會飄雨 不是下大雨 可是山區部分就容易有霧 尤其晚上的溫度都在零度以下 會有結冰的現象 沿海陣風都達到了 8到9級的強陣風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今晚的地面圖可以看到 主高壓的勢力來說 快速地由北往南而移動 所以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整個高壓勢力 已經逐漸進入到達華中 強冷空氣的南下 我們在今天晚上的 溫度狀況來說 整個中部以北 都只有在11度的低溫 所以要特別注意到 保暖工作不能少 接著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 外島地區的溫度 都在各位數 有雨能見度差 澎湖的陣風偏大 台灣本島部分 中部以北的溫度13度 11度 南部今晚只有15度 白天的溫度狀況 北部根本溫度上不去 到了晚上溫度再下滑 而到東半部地區 雨主要在宜蘭以北 比較明顯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溫降幅度明顯 穿著方面要特別注意保暖 高山路面有結冰 山區活動的朋友要小心 有雪山共的活動 今晚無約會 好幾點 才有 水 水 涂ー